来介绍这个螺旋编织法的接线的方式 这个织带就是我们刚才持续方法编织之后 这个珠宝编织线剩下10公分左右 就要来进行这个接线的动作 那我们另外取的珠宝编织线 也是一样要双手能够掌控的范围 所以也是不要超过200公分 那这个线穿进这个针之后 我们尾端大概留的2公分至3公分就好 只是要带线而已 那我们就反方向 由这个织带的最上方 这个反方向进来 前进最后一组的4克中间珠 进来之后呢 我们把它绕到 不要拉太长哦 大概进来 大概这个线进来 差不多10公分左右就好 那我们就回穿最后一组外侧珠 再回穿最后一组的中间珠 并且在前进两颗中间珠 再回穿 你这个时候拉的时候 这个线还有办法往拉动 所以你要这两条 这个再 这个两条要把它固定起来 才不会这个线一直拉一直长 一直进来 好 那这个已经在前进了两颗的中间珠 那我们要回穿倒数第二组的外侧珠 那注意线不要卡到珠 那记得我们每一组的外侧珠 都一定有搭配的4颗中间珠 非常的明显 好 这是一组 那我们要在前进 所以要在前进两颗新的中间珠 再往下 往回 这里是4颗 是这一组5米珍珠的 那我们要再往前 前进两颗 回穿两颗的中间珠 那它也有一组对应的外侧珠 我们要转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是螺旋边 所以它会转来转去的 那注意看一下 这个线出来的位置在这里 那它有一组对应的外侧珠 就是这一组3米珍珠的这一组外侧珠 那一样回穿这个外侧珠之后 再回穿到中间珠 3米珍珠的对应的 4颗中间珠 再前进两颗中间珠 因为我们刚才在编制的时候 然后中间珠都是加两颗 好那我们就一样 以我们编制的方式 反方向 把这个线回穿进来 那你这个时候在拉的时候 你就会注意到 你的针已经没有办法拉这个线了 因为它已经固定住了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线 把它穿到剩下一点点 现在大概还有4公分左右 所以我们可以再多固定 所以你至少要固定到5组左右 好那最后这个部分 线已经不够长了 因为线不可以留在外侧珠 一定要前进到中间珠 可以把针拿出来 然后这个针我们一次前进 比较多颗的中间珠 再把这个线穿进去 然后把线带出来 最后这一小段 我们就可以用工具把它剪掉 这个就不要了 不要剪错咯 就是尾端剩下一点点的这一条线 我们把它剪掉 一定要再回到中间珠的时候把它剪掉 不可以再外侧珠 好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在这个我们开始 编制的这一端 在我们编制的这一端 它会有两条线 一条是剩下10公分的旧的线 那另外一条就是我们刚才加的新的线 200公分的新的线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拿这个新的线 继续做编制的动作 那等一下编了一段之后 再把这一条旧的线 一样的方式 再把它收线收起来 收到支带里面 不可以直接剪掉 因为我们刚才这里只有 就是固定大概四段左右 那我们等一下这边往前编之后 这一条线还要再固定在 后来我们将来编了这一段 这一这个大概四 也是叫四段至五段 然后才可以把线剪掉 这样子我们已经编了 继续编了新线 已经编一段之后呢 这个刚才接线的这个旧线的部分 我们一样要来做固定的动作 好不可以直接剪掉 那因为我们每次加珠新珠的时候 都是加两颗新的中间珠 所以我们每一次都是前进两颗新的中间珠 然后再回穿它对应的那一组外侧珠 像这样子 我们这一颗柱子的外侧珠 在这里 三米的珍珠 好那我们就回穿这里 然后再把它 再前进两颗新的中间珠 然后再回穿对应的外侧珠 这样子把它线收掉 中间珠